那我呢就来表现这个腰可以主宰的动 还有脚呢因为灵活而产生的可以动的灵根 那其实都是一个灵在主宰这个腰 还有这个脚跟的动 那如果对手是按镜过来身体倾斜的 他是按镜我是膨镜 那这样大家都很辛苦 你加把力我又加把力我再弹 那我现在这个腰脚可不可以动 我现在能不能动没有动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动 那就是心灵那我这样可不可以动 不能动 那因为我这个是针对他的力量在撑 那我心一患不撑 我腰脚就活了 那我腰脚你还在这 那我腰脚 那你还有没有觉得 再往前来 没快慢慢来 那没有了 一般你施重你有武术的人你会怎样 好这个撑也是一个中定 那太极圈的中定不是在撑你知道吗 它是在腰有阻 脚有某一个根对不对 我的根线在左脚吗 对不对 我的腰有 但是我只能在左脚还是死的 对不对 那我要活的那是上面 屈领顶巾腰有阻 那这样呢 活了吗 对不对 那我这还是在撑你这个 那我在这一放 你是不是在维持中定呢 如果是说你已经没有的东西 你还是死赖在这个方向 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回到中定 会你慢慢回去 这个时候你回去的时候 就是这个拉你的肢脚 所以这样你要是这样 所以我们推手 如果都表现成这样 你告诉我我的腰脚是不是 我最多就是这样 我把你杠杠出给你 哎哟好累哦 虽然你也是沉着 但是你的脚底比较滑 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到 并不是说你沉不下 你听我的摩擦力比较大 你的摩擦力比较小吗 再来一下 是不是啊 那我这样多辛苦 那我这样这样干什么 哦 来再来一下 哦哦你好大 哎他说我没 他说没了 如果我起来的时候 我那个心啊 如果是这样起来的 不行 那我会先起来 你讲大声点 等一下为什么不行 我这样起来为什么不行 重心会被我先起来 他说重心会被他先起来 因为我表示我的重心 还在搞在你身上 那这样呢 没有 那你说我重心是在下面 我在下面没在死啊 可见我的重心是你抓不到了 也不是说一定在下面 如果我在下面 我上面让你抓到了 所以当你说重心在下面 未必 我们的重心是跟心灵在一起 可以是在这 那你是不是一直在维持你的重心啊 那力量来过啊 那你要不要维持重心啊 你力量来就是我的了 所以推手啊 刚开始推手了 我们可能是这样了 这样也没用 对你也没用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站在先机了 先机已经搭上了 我再 变成 你一折叠也可以打我 或者不折叠又贯通的 这个是不是打 或者折叠 再打 或者 折叠又转弯再打 我这样告诉你 腰已经有组了 对不对 然后你的脚 两个根又换了 折叠转弯 腰再换 那不是打 把我打翻 所以既然 我们最后只需要有这样结果 那干什么 当初要这样 那我这样 那我的腰脚 你打我哪里 你说我 我重量在下面嘛 我重心 我一定是在下面嘛 重心可以是 证测不到 对应该是这样讲 重心 如果是在下面 你侦测到了 你是不是可以加把力 因为你侦测到了 我现在重心在哪里 你知道我的重心在哪里吗 你知道 你随便说一个 我重心在哪里 随便说一个 你随便说一个 在跨 没有 你侦测到了我就完了 好 你说在哪里 你随便说一个 你随便说一个 就没有啊 没话说 他很奇怪啊 那个姓洪还有进赏说 我的重心 因为他感觉不到 对不对 你感觉到了 你可以加把力啊 现在有没有感觉到 有啦 所以太极拳要练到什么 你不知道我 我什么都知道你 你没有感觉 我什么都有感觉 对不对 那否则你怎么退啊 你感觉到我的重心吗 好 来再来 你可不可以感觉到我的重心呢 往前进 感觉到没有 感觉到没有 感觉到了就可以 可以打 可以推 可以拢 所以要练到什么 人不止我 你在我身上加力嘛 加力嘛 有没有效果啊 你认为我是这样打 我这样打就是给你 那这样我也从来打 重心在哪里 好像跟你连在一起 你打一下 那你就死了 好 因为你打一定有个方向啊 那他可以用什么 各种方向打 他不是你打这我硬要这样 那不跟做牛似的啊 所以重心练到最后是人不知我啦 我完全把他的重心搞掉 因为人只要有出力量 出力量 就一定有重心嘛 那我这边有力量 是不是有重心啊 那你该怎么打 好 你有力量 我一晃 没力量 还是没有 那我的重心在哪里 你为什么会啊 还是侦测不到嘛 还是侦测不到嘛 好 好 人不知肉 好 好 好